歡迎收看股市中原 我是蔡宗媛 掌握住未來的一個趨勢 尤其是這個趨勢是一個預期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或者是可以預期的一個狀況 那麼隨著呢 這個趨勢的進行跟過程 那如果你掌握住這個趨勢 那麼去找尋整個盤面上裡頭 這個節奏跟重心的重點 那麼實際上在這個行情裡頭 你可以做到化為轉安 化為轉安的一個關鍵 就是所謂的化為肌為轉肌 或者是趨勢避凶 或者是在這個行情裡頭全身而退 或者是安然的去度過 這個最黑暗的時期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 那我們先進團隊也跟頭部做一個叮嚀跟提醒 這段時間以來光是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的時間 蔡老師呢鎖定跟布局跟集中火力在一檔股票身上 就這麼一檔個股身上 那也不斷的在節目當中提醒跟叮嚀 叮嚀大家我們說呢 實際跟價值跟它整個過程 狀況 慢慢的時間一拉長 你會發現到呢 很多的弱勢股持續的弱勢 像TPK 今天再續創一個新低 3673的TPK 盤中又一度跌停 虧損了公司 預計今年第二季一樣是虧錢 第一季虧了三塊錢 第二季你注意看這個營收 比去年都來的衰退 可以預期的是第二季還是衰退 那TPK他說第三季會開始賺錢 問題是第三季以後的事情 以後的事情還沒發生 問題是他說會賺錢 但是呢 實際上繳出來的成績但是虧錢 所以股價是跌跌落 直直落 一路的破低 一路的創新低 那很多人也去做一個摸底 跟猜底的動作 但是呢 很可惜的是 這段行情跟時間的進行當中 選到錯的標的 就會出現一個虧損 那如果選到對的標的呢 會賺錢 如同我們跟他們提到的 3081的聯亞 他是創新高 法人開始站在買方 投信開始大買 這個都在預期當中 昨天照爾之節目當中就提醒跟叮嚀大叫 我們說呢 法人會在前五天沒有漲跌幅限制解禁之後 他會開始積極的做介入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盤面上的氣氛 好這個等一下我們來做一個說明 因為盤面上可選擇的標的少 開始變少 然後呢 資金會集中化 資金會集中在少數優質的股票身上 他會集中在呢 少數有成長的個股身上 會集中在能見度高的可以預期未來有機會的個股身上 具有產業地位優勢的這個個股身上 而且他絕對不是 照著預期 絕對不會買個一兩天就結束 法人的一個動向可能會有一個延續性 跟延續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光通訊的部分 2011到2016年 整個光通訊的年複合成長率是22.6% 超過兩成 而且呢整個需求 隨著中國大陸的這個需求的一個提升 積極的做部件 不管是這個光線的通路 或者是市區的部件 積極的形成一個需求的提升 但是我們提醒大家我們說呢 開始成長會持續 可是會開始趨緩 那趨緩的同時呢 我們預期整個這個產業的 供應鏈當中呢 上肥下壽 最上游的呢 會是最大的受惠 那麼下游的開始面臨到一些激烈的競爭 所以呢 其中全世界裡頭 掌握最上游的供應鏈的一家公司 就是3081的聯亞 所以呢 剛剛薩老師開門建商就提醒大家 我們說呢操作上面去思考未來 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會實現商機 產業趨勢向上 你要趕快去做 從滿面裡頭 薩老師也提醒大家 我們說呢這個時期 這個氣氛當中 散戶在退場 散戶最近光是這一段時間當中 大概減了這個超過100億 短短三天的時間 一天59億 一天30億 再來呢是9億 加起來已經這個100億左右的一個情況 散戶在退場 那實際上散戶本來對股價就沒有影響力 它只是一個助長助跌 可是呢 法人的資金有沒有在退場 你注意看投信 有沒有看到投信 投信都在做低階 投信都在做低階 可是呢 超值也告訴大家一個重點 投信可以選擇的標的並不多 在目前盤面上裡頭 它可以選擇的標的並不多 比如說呢 它之前過去中情的瓶蓋股 中情的瓶蓋股包含像鴻海 包含像可成 像大力光 像台積電 像這個F凱聖 像瑞宜 或者像台俊 過去呢 投信很中情所謂的瓶蓋股 因為呢 在去年整個iPhone6 整個大換機的情況之下 銷售數字都是相當的亮麗 但是我們預計呢 整個新機的發表 如果創新不夠 或者是呢 競爭開始變激烈的同時 或者是呢 換機潮告了一個段落的時候 那可能今年的 這個蘋果的新機的發表 可能它的銷售會不如iPhone6 那如果這個前提之下呢 很多個股它會面臨到 基本面的修正 像可成 可能上禮拜差不多 就提醒跟丁寧過大家 那麼漲到了402塊錢 合理的價值之後呢 跌破了頸限 你要特別去小心 小心呢 它開始基本面的一個修正 那如果這些個股呢 投信的資金退出來 但是呢 它有持股七成的限制 它不得不站在買方 買進這個個股 再加上定期定額的這個 創下的近期的新高 那麼請問 投信會去買什麼股票 投信在這種 這種時期當中 它會去鎖定什麼樣子的個股 一定是鎖定 獲利的 公司有賺錢的 而且呢 今年的賺錢 跟明年的賺錢 都是成長的 鎖定呢 產業的地位 屬於龍頭性的地位 或者是呢 產業是具有寡戰性的一個市場 毛利率相對比較高 毛利率高呢 具有標股的特性 那麼鎖定呢 籌碼命安定的股票 鎖定呢 這個沒有散戶參與的 散戶參與的程度 非常非常低的股票 所以超時告訴大家 一般的投資朋友不會去買聯亞 太貴 嫌他太貴 一般的投資朋友也不敢去買聯亞 嫌他高價 嫌他太貴 那麼散戶越少人參與的個股呢 法人反而越愛 法人反而越愛 因為剛起漲 剛發動 甚至呢 有這個 同業法人的部分裡頭 他預期 這個光通訊的股王聯亞 3081的聯亞 甚至呢 預期是下一個大力光的口袋名單 那大力光股價在哪裡 大力光股價最高3700塊 現在目前還有3100塊錢 那甚至呢 有研究報告指出 會遵循過去漢維科大漲到千元以上的模式 漢維科最高2585塊錢 那我們跟他們說到一個重點 時機跟價值 因為現階段的環境當中 可選擇的標的不多 會造成法人資金會集中的現象 那你千萬不要去小看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說 蔡老師投信才買260張 並不多 昨天買260張 外資買150張並不多 蔡老師告訴大家 他高價 400塊錢260張就1億了 就超過了1億 那我們預期呢 法人資金集中化的現象 會再持續的做進行 那麼這一類型的個股 你看起來危險 反而是最安全的方向 這個就是蔡老師這個禮拜 拼命狂買 在布局這檔個股的身上 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麼產業的趨勢裡頭 光通訊 剛剛提到的光通訊對不對 Intel呢 實際上他開發這個矽光計畫 行之有年 他已經開發非常多年的情況 他希望能夠把尺寸做得更小 能夠把很多的功能 整合在一個晶片身上 甚至希望能夠用矽光 去取代光纖 讓傳輸的速度效率 更加的出現 這個所謂的業界的革命 那蔡老師認為這種趨勢是必然的 為什麼 因為巨量資料的崛起 因為呢 手機 因為呢 4G 5G 因為呢 整個這個傳輸速度需求的增加 它需要傳輸速度 這個速度要更快的一個需求 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個需求會引發出 Intel所主導的矽光計畫 會出現一個 這個受到整個業界非常重視的情況 尤其Intel是巨人 它能夠整合跟主導 好 那我們也跟我們提到 包含了像 中國大陸整個電信業者 也在加速4G的部件 那麼這個需求呢 會讓整個這個光通訊 主要的一個關鍵元件的部分 會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受惠 這個是一個趨勢 Intel的這個矽光計畫的一個概要 目前是銅線傳輸啊 未來有機會變成矽光技術傳輸 那麼其中呢 Intel這個矽光計畫裡頭 唯一的供應商 唯一的供應鏈 3081的聯亞 它在產業的地位 具有相當大的優勢 矽光的產品是必然的趨勢 從過去的微米到奈米 目前Intel從原先的Type-1 進化已經正在進化 希望晶片的尺寸 縮小到十分之一 更多的功能去整個在晶片 那麼原件在進化 需要更多的細晶圓 目前聯亞是唯一的供應商 未來的趨勢呢 必然的一個最大的受惠股 聯亞呢 也隨著光通訊成長 年復合成長兩成 未來成長趨緩 情成上肥下壽 最受惠的一檔個股 那麼屬於寡散市場 光通訊上游的累金廠 法人高度看好 Intel的一個細光計畫 的一個前景 如果這個細光計畫呢 成功的發酵 聯亞有機會複製走巡 漢維科模式的一個發展 長期具有千金的一個機會 那麼辛苦掛牌 前五天沒有漲跌幅 限制解禁之後 法人有沒有 投信的買盤 會開始積極介入 這個司察老師提醒跟叮嚀 而且呢 事前就已經做一個預告 後來呢 你看到真的耶 法人真的開始積極介入耶 前面是五天 一二三四五 這五天沒有漲跌幅 沒有漲跌幅 解禁之後呢 法人開始大買 出現了連兩紅 這檔股票我們出手了四次 幾乎這個禮拜都集中在這檔股票身上 前天的佈局 7月24號加碼 7月27號再加碼 7月29號再買進 這個是今天 7月30號 果然法人大買 再創高 今天股價最高來到447.5 447.5 從360塊錢的佈局 第一天買進 7月24號再買進 7月27號再買進 7月29號昨天再買進 再加碼 到今天 這裡買進 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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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再創新高 那請問 同樣的時空背景當中 大盤跌掉了500點 同樣的時空背景當中 TPK從169一跌到了剩下118 但是同樣的時空背景當中 你跟著超老師集中火力操作 這檔3081的聯亞 你大獲全勝 但是超老師測標上面 又提到了一個重點 超老師說 這檔股票 我們 我們預計 還沒走完 我們預計 它的波段的空間 高度還值得做期待 所以呢 我們預計什麼 這個地方已經大買 的一個情況之下 預計什麼 預計接下來 還要再買 還要再買的機會 買股票就是買未來 不是買現在跟過去 那其中我們從聯亞的部分裡頭 再去複製 過去呢 賺了486塊錢的基亞 這一段 然後呢 在去年的7月份 還告訴各位投資們的部分 生計股開始走空 請你千萬不要再碰生計股 後來開始崩盤 50幾塊錢 漲到486塊錢的基亞 跟當時 雲層的概念 7塊錢的雲層到61塊錢 一樣是大股東 一樣是母魚子貴 所以呢 台聯電跟聯亞的一個部分裡頭 有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是稍微是提醒各位一個重點 操作這兩檔個股呢 有它的訣竅跟秘訣 有它的一個訣竅跟秘訣 比如說呢 雲層在這個地方整理了半年以上的時間 但是呢 基亞呢 雖然它也是陷入一個整理 但是呢 基亞的幅度跟空間 或者是呢 它的動能相對的 相對的 歐比 這個雲層的一個動能來得更強 除非到了後期 除非到了後期 雲層才開始幾起直追跟上來 但是呢 當時後期的部分 基亞已經出現一波的一個大漲 漲到三四百塊錢的一個格局 所以呢 同樣的道理 我們從4905的台聯電裡頭 我蔡老師也告訴大家 持股的部分超過6000張 假設呢 6000張 整個潛在的價值金能 成本如果70塊錢的話 來做換算 那麼今天的聯亞股價到哪裡呢 今天聯亞股價到440塊錢 439.5 你算440 那一張呢 假設一張成本70塊錢 有一個人 假設有一個人 他買進了一支股票 買進70塊錢 花了7萬塊錢 買了一張 然後呢 一直抱一直抱 如預期一直漲 漲到了440塊錢 那麼他一個人一張 賺了37萬塊 賺了370塊錢 那如果這個人 他不是只有一張 他是6000多張 那這個人不是人 他不是自然人 他是公私法人 他有6000多張 你就可以了解 超老師告訴大家 這句話的重點 來拉近 潛在價值金人 然後呢 你進一步的 可以了解超老師跟你談的 這句話的重點 長線布局的時機 這就是為什麼超老師 一路的買進買進買進 買進加碼 賣出一半買進買進 的關鍵時機 等一下下個單元 超老師這句話跟你談 超老師呢 還有鎖定一檔 這個跟進聯亞細光寄註的 隱藏版的一家公司 但是呢 這家公司超老師 要先做保留 因為超老師還沒做出手 超老師也提醒跟丁寧大家 請你務必務必 珍惜把握住這一次 這個波段好股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就來 好 古民大關懷 無三不成禮 那麼這一波呢 如果你的持股上面有任何的問題 超老師歡迎大家 利用這一次的活動 把握住機會 這次活動相當的重要 最重要的是 這個關鍵好股票 翻身的大好時機 那麼調整好你的腳步 持股來做一個活化 成為贏家的一員 待機來做轉換 如果你有不想跟的訊息 賠錢的訊息 或者是不想看的訊息 超老師歡迎各位 待機來做轉換 全面吸收 把握住前三個月 服務部機會請電話的播通 中文蕩蕩賺大錢 出播 輪園服務專線 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財新革命 投資新思維 改變就從現在開始 選隊團隊輪園投付 為您精準掌握投資期買動 選擇輪園讓您財富輪園 服務專線02-2321-9933 02-2321-9933 02-2321-9933 投資自己潛力無窮 現在訂閱理財週刊 一年五十二期 限時加送八期 總共六十期 只要八千一百八八 詳情請洽訂購專線 02-2392-6680 02-2392-6680 或上李州網站查詢 誰也要錢 店也要錢 還要繳電話手機費 媽媽 我的學費不要錢 哪有這麼好的事 對 因為有五歲幼兒免學費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兒園也有補助嗎 免公立免學費 免私立補助一萬五千元 哇 您所得七十萬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額補助呢 要去哪裏辦呢 幼兒園就可以幫你辦 快樂趕緊去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曹老師呢 這一段的一個行情裡頭 尤其在近期的一個 這個行情的進行發生 曹老師實際上感受特別的深 感觸也特別的深 因為整個時代一直在做變化 那我們擔心的是呢 投資們你的變化跟不上整個格局的變化 現階段呢 曹老師相當的深刻的去感受到什麼 現階段的投資一定是法人 專業投資的一個時代的來臨 法人會去買什麼個股 那個是關鍵 法人會去鎖定未來什麼樣子的個股 那個才是真正的重點 絕對不是你亂買 亂買你這一波行情你都會受傷 你仔細聽曹老師跟你談 最偉大的投機客客是亂來的 他說股票是握在誰的手上是關鍵 股票是握在贏家的手上 還是固執的 還是這個散戶的手上 為什麼曹老師說聯雅的部分 法人會開始大買 而且會持續的站在買方 他有非常關鍵的重點 因為呢 現階段可以選擇的標的不多 好的個股也不多 如果平概股整個下來 資金退出來 盤面上裡頭 投信也必須要佔 這個有基本的一個持股 七成的一個情況的一個限制 請問投信會去買什麼 或者是好的標的 已經開始不多的情況之下 請問投信要去買什麼 他一定買未來有成長的公司 那麼其中 英特爾的細光計畫裡頭 曹老師說呢 這個地方 聯雅的營運的爆發力可期 甚至有法人說 有機會拼當下一個大力光的口袋名單 那其中英特爾的細光計畫裡頭 因為大陸4G的一個部件的情況之下 過去三年高成長的這種光纖運用 預計會出現成長趨緩 看好光纖上游會有更大的發揮優勢 預期未來一年 光纖的產業會呈現什麼 上肥下壽的一個型態 最上游的聯雅 就是掌握住這個關鍵的技術 最上游 那麼其中呢 這個全球能夠供應 雷射雷晶片廠商的部分不到10家 所以聯雅是寡讚性的一家公司 它具有產業地位的優勢 最上游 扮演全世界電信設備產業之光通訊 關鍵元件的主力供應商 然後呢 根據市調的機構顯示 光通訊的產業快速的成長 2014到2016年 光是台灣的一個市場裡頭 每一年年複合成長20% 預計2016年到568億 台灣市場的這個聯雅的部分 營收占比大概25% 但是呢 大陸跟美國會是個非常大的市場 那麼其中聯雅的一個營運成長性 值得做期待 再加上呢 矽光產品佔15% 未來會再次提升 它也跟國際知名半導體公司 合作發展矽光計畫 這個知名半導體公司是誰 是誰 是Intel Data Center的制服器 的資料傳送的部分 會由同線改採高速光纖 傳輸的革命性的技術 它正在變革 所以Data Center的部分裡頭 它轉成什麼 從銅線變成什麼 變成矽光 所以才有所謂的矽光計畫 銅線 銅線的傳輸跟矽光技術的傳輸 所以超老師才告訴大家 聯雅為什麼法人會買 亞洲巨砲 這個也就是我們領先法人領先市場 超老師也不是他掛牌才跟你談 老早在五月份 超老師呢在新貴的時候 就已經提醒我們的家族朋友 持續的去鎖定跟佈局 那時候新貴兩百多塊 漲到現在四百多塊 那麼第一天掛牌就買進 24號再做加碼 29號亮燈 30號再大漲 果然法人大買 第一天掛牌買進 休息一天再買進 再加碼 再加碼 然後呢之後創新高 來到了440塊錢 買股票就是買未來 不是買現在跟過去 那超老師目前還鎖定一檔呢 這個技術要準備 跟進聯雅的一家上市會公司 但是呢 是隱藏版 超老師也希望各自貌 把握住時機跟進腳步 掌握住好股大賺的一個時機 這個機會 那今天請問時間關係 我們預測跟消息說明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 1111 好 股民大關懷無山不成禮 那麼超老師帶給各位的是 調整腳步好 齒骨拔住活化 活化了之後呢 成為贏家的一員 跟緊關鍵好股票的時機 跟緊這一波資金準備集中化 而且呢 資金把人在追逐的好股票身上 把握住這個待機轉換 全部吸收特別活動的一個機會 那如果同志 你在這段行情裡頭 假設你有虧錢的訊息 不想跟的訊息 或者是呢 這個這一波可能受傷慘重的訊息 超老師歡迎各位 把握住今天這一次電話的波通 全部的吸收 再加上呢 前面三個月 服務不計會期 把握住這樣子的一個難度的時機 同時跟緊 接下來超老師跟他們做一個關鍵跟提醒 好的時機不等你 關鍵好股票 這個波段好股 法輪資金其中化的一個機會 把握住電話的波通 理財新革命投資新思維改變就從現在開始 選對團隊輪圓投顧 為您精準掌握投資系買動 選擇輪圓讓您採付輪圓 獨專線0223 219933 0223 219933 馬鈴瑯 商榮大師 冒入先縣 售碼大師 讓您立於古賴之地 穩中求勝 讓您穩穩當蕩賺大錢 出波 輪圓圈伏圓 零22321 9933 02 23219933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队团队论员投顾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系买动 选择轮员让您踩步轮员 服务专线02-23219933 02-23219933 理财周刊与赢家日报 是您最佳的理财商店 缺一不可 现在订阅仪器理财周刊 加赢家日报 只要9188 更多优惠专案 请立即拨打客服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享受舒适带来的年静也放松 尤其来自斯特莱斯 男女老幼皆试用 打破传统运动 让您每寸肌肤 包括五脏六腹 全部动起来 减重靠运动 迷人身材不头痛 酸痛靠伸展 早晚五分钟 健康瘦身真轻松 快拨打健康专线 02-2533-5555 我喜欢他的技术温馨 线图自行都清楚 他的筹码分析 让我知道哪一支股票大户 拼命吗 他的基本面完整 老师都在用 敲点嘱咐也能赚大钱哦